吴老师 我看到你刚刚在这个宝宝玩的过程中 你问了他很多的问题 你是想通过回答 然后来了解孩子在想些什么吗 孩子其实他需要交流的 就是他即使自己在玩的时候 他也需要有一个人在随时关注着他在玩什么 我们常会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他能自发地去游戏 因为自发的游戏的时候才能够反映的是他内心的世界 就好像说我们随便聊天 然后你就会聊出来的 其实都是跟你内心的是有关系的 而不是说命题作文那就不一样了 真的是这样 你能够从简单的对话当中得知一点什么讯息吗 我想首先他可能在这里不是非常的舒适 就是不是很自在 包括他后面会不停地去动这个 我会觉得他大概是蛮紧张的 或者说有点不知道我该怎么玩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里有陌生的环境 陌生人离他还很近这样的一个紧张 我刚才还从里面看到的是说 他都扔进去 对吧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像这些玩具一样 是被爸爸妈妈扔进幼儿园的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上幼儿园或者说今后走向社会吧 我会认为说幼儿园可能是他们第一次走上社会了 对 假如说他幼儿园有的孩子他可能非常焦虑 他没办法去幼儿园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怎么去面对这个走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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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